而同时也看到玉京光转投资多年的LED事业 的确在次年是首度的转亏为盈了 今年除了要扩大产品线之外 在这个路灯延伸到平板灯 还要扩展市场到美国欧洲还有马来西亚以及泰国 玉京光也抢大今年LED产业的多头列车 也喊出整体在出货以及营销的部分都会有翻倍的成长 LED在第一季的景气是比去年来的 大部分大概都会超过两位数的成长 拿着自家路灯产品LED封测龙头 易光董事长叶宇夫乐观看待第一季景气 我们也在中国大陆布建了我们易光自己的通路 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布了700多个点 我们今年一季要达到1000个点 叶宇夫表示从电视背光以及LED照明需求来看 各产品线都比去年成长 第二季的旺季效应启动 易光今年的获利至少有两位数的成长 上游的经历厂经店 董事长李秉杰也表示 LED产业将进入黄金三年快速成长期 到了17年说不定有机会到50% 数量上它会变得非常的大 可是这几年也因为大家都想把市场赞助 所以它会变成是在市场上竞争很激烈的这一段时间 经店第一季的驾动率达到九成超过过去的六成 第一季有机会淡季不淡 李秉杰预估今年LED照明渗透率将脱离10%的底部 快速向上提升 但竞争也会变得更大 他认为LED产业下一波将朝向智慧照明 建议政府从现在就开始筹组智慧照明联盟 否则台厂未来将难以生存 平板电脑现在也可以控制你的居家照明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晚间寝静然后按下执行 你可以看到灯自己暗了窗帘也自动关上 为了下一波LED照明商机 许多大厂已经开始设计智慧照明 将室内的灯光与智慧家庭软体做结合 未来行动装置也能够当作电源开关 现在我们就有一个远端监控的系统 假如说你在你的中控室里面 哪一盏灯哪一条路哪一盏灯不亮的话 我们的显示屏幕上面它就会亮起来 台大店董事长海银俊直言 虽然LED灯泡未来将完全取代白赤灯 不过市场竞争太激烈 集团已经不再做LED灯泡 只为国际大厂做ODM 而是全力整合电源散热往下游的系统整合发展 尽管目前营收占比人小 但看好未来潜力 这样就讲一句话 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